我们要到马来西亚去 但瑞斯现在人是在荷兰的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的就是 上的非常赞叹佛国的教育团队 他们呢爱在印度菩提加园 那这样的一个文字呢 是由我们的新竹的张韵玉 那新竹的韵玉也有在这边的留言呢 给我们的文带 他说听到文带的声音跟分享 觉得非常的亲切又感动 仿佛回到了昆山的读书会 但一网秉持守护着生命 守护健康守护爱的一个病苦情怀 优质的医疗关系 以及用医术用爱来抢救生命 守护生命的乳盘 使无限的感恩 那新竹的韵玉也是写这一篇文编的家人 也是我们最早联系的昆山的一个家人 那每边的部分呢 一样是由我们的台北的建林师兄 这是韵玉师姐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建林师兄 文编美编棒建立 做出这样的优质文学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今天呢会分享的是郁青 郁青待会呢会说先分享 那郁青呢在我们马来西亚 这个部分呢 他承担的是有关于教育志业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 而我个人本身呢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郁青就是随时在我旁边 然后给我最最满的承勤款带 包括我们一睡醒的时候走出那个房间 郁青就已经等在那边了 真的非常感恩 那你看看这样一个大集合是非常感动的 给蒙蔽了 那么我们教育就是启发他 一直启发他 引导他 让每一个人的爱心都启发出来 他们是好几千人 然后分不同的场次 所以啊真的 虽然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由我们过去那边 但是今天马来西亚 新马的团队已经超过我们太多太多了 那在这个教育的部分呢 不是只有在这个 在难民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能在难民的时候 会去想到某一些的国家 但实际上在吉隆坡这样子一个富裕的地方 你看难民的树是这么多人 那在这个当下我们非常感恩 此路师姐的代理 然后执行长的代理也让更多人呢 就是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为这样的一件事 那我们来看看 慈禁难民学校只提供六年基础 班迁 扩招 教学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师资力度也得到加强 我们主要的就是培养孩子的一个品格 跟一个人文的素养 让他懂事又懂理 自爱又爱人 自利又利人 好 那今天呢除了郁亲之外呢 我们的瑞斯呢其实是在荷兰的 那在荷兰的他呢 其实曾经到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佛国的教育团队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个部分 而且上人在听他们在分享的时候 有没有他们就是微笑的 幸福的感觉 那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如心法师 就在这边一直一直的陪伴 真的很不容易 那加入了这样禁私语的时候呢 让如心法师觉得说 哇你们的禁私语 真的成为教材来说 带给大家是满满的能量 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你们教 而且精识于每个句子 每一个字都很有意义 我觉得对孩子们的说 如果我们要不断的教的话 会收获很大 孩子们生长于世袭的乞丐家庭 每一户居住在甘草和土墙搭建的爱房 脱离贫困只能是梦想 他们没有办法选择 他们出生的地方 可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再多给他们一点爱 可是也希望他们能够每天能够用微笑去面对每一天 每一个人 这就是我们瑞斯 那同时瑞斯并不是在这一次才前往 还记得尼泊的大地震吗 然后在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瑞斯就已经加入这样的正在团队 然后他们那一天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发放的时候 突然遇到这样的一个大雨 然后这样的大雨的时候 他们做了没有去想到会有大雨之间 那大雨的话对我们来讲也或许就是一场雨 可是对他们来讲很困难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画面就是这样的状况 来 但是大雨下不停地上又湿又滑 加上帆布不容易固定似乎有点棘手 这样子很错愕的那种这样的情境 可是大家都是欢喜心 就是尽量把它圆满 所以您看这是不是也是动灵 2015年然后刚才看的影像是2023年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到马来西亚雪龙 以及到荷兰 然后遇见的是玉清以及瑞斯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嗨 两位好 是 可以同时打开麦克风 然后说说话吗 然后之后玉清 是 好 有声音吗 好 声音 玉清您的声音有打开吗 来 我们这边请注意 玉清您的声音是听不到的 是 好 我们目前在主场还是没有去听到玉清的师姐的声音 将主任确认一下 好 他有打开麦克风吗 是 科技接轨力量加沉 但是科技接轨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挑战 但是我们已经非常安心的 就是两位菩萨已经都顺利出现 他的声音档没有 他的声音没有进来 好 那瑞斯呢 我如果请瑞斯讲讲话 声音可以进来吗 因为他 瑞斯你出一下声音 因为 对 他们的麦克风没开 确认 好 没有关系 总之瑞斯和郁清等等 因为我们暂时听不到您的声音 但是请我们的技术团队也在 也在关注在这个部分 那他们还没讲的时候呢 我真的要非常感恩就是上任呢 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而最重要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好的人 为什么说呢 因为以佛国教育团队来讲 今天如果说这个团队是我们台湾的团队 教练会要出去 我们是接不了棒 你说我出去 在之前我就是到马来西亚去跟他们互动 有关于禁思语的教学 没错 在最早之前我是他们的受课老师也或许 可是呢在之后他们超越我们太多之外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语言上 英文是绝对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我去到弥博的时候 对我来讲 英文的部分我是没办法的 所以在这个当下就要靠他们用语言的力量 然后同时结合禁思语的力量 才能够把爱传达到那个地方去 好请问一下 我可以请他们再发 来那个预期您个再发声一下吗 好应该是不行 好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因是出在哪里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万一真的这一场就是他们没办法顺利的一个分享的话 您看看这样的简报 我往下 爱塞菩提加 就光这样的一个简报 你就可以当我收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简报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感恩跟感动的 那欲清清瑞士今天如果没有能够顺利来分享的话 我们会想办法再找一个时间 一定要把这个墙档让大家去看到 那你看看这个菩萨云莱吉的一个推动力量 我不晓得您在画面上认识了多少人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够去做的 所以上神说 以团体做事则永恒 以个人做事则无常 光一个教育团队 我相信不会只有在画面上的人 往后还会更多更多 接力的让更多的一个力量来加入 所以你光这一个部分 包括他们的影像 简报都做得如此的精神值 因为老师嘛 常常要去授课 包括影片的一个连结 都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那你要叫我挡30分钟 对我来讲应该也是可以 我嘴巴不会停的 但是我相信这个时间点 并不是我来做分享的时候 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 我们的团队能够想尽办法 让我知道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 然后这个单元是不是要再进行 或者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你看他们是有备而来 对于我们的瑞士来讲 他更是人是在荷兰 我特别讲说 你们一天到晚都在用 Room这个部分 也或许 那个时差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够 不一定上线要测试 可是他还是说他要上线测试 我自己还蛮好奇的 早上八点半 然后荷兰到底是几点 所以他们早上确实真的有上线测试 所以不晓得现在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那即便这样的影音画面 我这样是跑着 可是下一次真的 你们在上来分享的时候 我也要告诉你们 请千万不要重新再做简报 这对你们太辛苦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美人 有声音了 是这边的声音 请问有听到吗 有 有听到声音吗 有有有 瑞士有听到你的 哇 瑞士有听到 那郁清 郁清 你说说看 郁清 好 美女老师大家好 有听到吗 有有有有 有有有 郁清我跟你讲 你们虽然因为12点我还是结束 但是我之后补给你们 因为你们一定还有太多 对不起 我不晓得郁这个问题 好那郁清您就分享吧 哇太感动了 你就可以知道做科技这件事情 有又金又喜 刚才是金 现在是喜 有没有感觉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再一次听到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好郁清您说 说到哪里就哪里 没关系 没说的改天补 有那个简报 哦 诶 简报我这边写 我这边写吗 好来 好 敬爱的商人 金色师傅 全球出奇家人们 大家上午好 感恩有机会在空中相会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在菩提迦野 那么我们知道佛多的出生地呢 是在南比尼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一个 印度呢 这是我们佛多的苦修和成道地 我们竟然跟台湾的金色是在同一个维度上 我们呢 菩提迦野呢 感恩因为有这么多的志工菩萨来来回回 就好像我们的佛陀来回娑婆世界度化人间 我们菩提迦野的教育推动呢 一共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禁师语入校园 人文师之的培育 还有树下人文客服 好 现在呢 我把帮子交给瑞士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感恩 好 感恩欣欣老师 亲爱的善人 金色师傅 全球直击家人们 大家好 善人一再的词是 我们就是说要翻转佛国 就非教育不可 所以呢 志工在这边呢 就是严谨善人的教导 教育要从生活教育开始 所以呢 在菩提迦野啊 我们的这个进入校园 我们不只是传授知识 给他们近视语教学 在人文的品格教育的灌输呢 也很重要 我们在读入校园的时候呢 除了进行近视语教学 我们也办过奉茶 育竹还有亲子运动会 希望呢 能够通过这些活动呢 能够来启发我们的孩子的 尊师重道 孝顺父母的良善品性 那志工在进行奉茶的事前准备呢 其实我们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呢 教育孩子 那志工细心的为孩子整理仪容 让每个孩子都知道说 端庄的仪容 其实也是一种爱与尊重的展现 那事前还一一的排列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奉茶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 在教导孩子正确的奉茶方式呢 这个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说透过孩子 能够知道说 庄严自己的身形啊 其实能够感动自己 把对师长的感恩跟尊重呢 用行动来展示 在画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老师跟 这个学生都是非常的腼腆 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 不管是奉茶还是喝茶 都是第一次 可是最后呢 我们看到 当孩子勇敢的把感恩的话说出口的时候呢 最后失声 温馨的拥抱 这是非常成功的一场奉茶 那在这边呢 是狱卒 那在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的家长 每个人穿戴的这么整齐 其实他们平时呢 都不是那么的华丽的 看得出来 其实呢大部分的家长 他们都很慎重的看待 这一场狱卒活动 那每一场活动大小细节呢 其实都是一个机会教育的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那在画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本土志工 还有我们海外志工 还有本土的人文老师 他们用温文儒雅的身形呢 这个身教来营造整个氛围 然后配合着音乐 然后缓缓的出场 那在音乐的选项 这选定的部分呢 我们也非常的谨慎 为了要让参与者 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呢 我们都会 我们在这个选课歌曲的部分 是非常慎重 就选大家就是本土 他们耳熟能详 然后赞扬母亲的一些歌曲 然后让他们很快很快的呢 就会有那个感觉出来了 那整个的狱卒是从按摩开始 然后亲子难得的一个 零距离的一个亲密接触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 那些温馨的画面不断 那我们到底办了这一项 一场一场的这个狱卒跟凤茶呢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 回会跟感受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去的这个视频 大人的改变 小孩看在眼里 大人的改变 小孩看在眼里 志工利用机会带动孝顺的观念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透过凤茶求学路上 正是重大 有了慈激人文的灌注 学校不止传递知识 更启发利他的行动 在亲密的亲丝生三角关系 其实都是我们慈激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在菩提加野我们也办了亲子运动会 希望家长也有机会 一起参与孩子的学习跟成长的过程 那在菩提加野的整个学校的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从各种的新闻的画面当中 都可以看到 那边的学校的环境其实非常的简陋 那活动的这个场地的选 场地的选定也很挑战 大家猜猜看 左边左下角 这个本土的志工 跟我们的志工 他们到底低头在做什么呢 其实他们是在很用心的 把地上的牛粪埋在土里 不让大家在进行活动的时候 物财地雷 在当地呢 因为物质非常的匮乏 其实我们都是尽量的用身边 可以 可以运用的物质来充当道具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画面 非常有趣 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画面 麻烦于卿老师 大家看到吗 我们的运动会的场地 其实很像在沙滩 对不对 不是在学校附近而已 就是在沙地上进行 那就是用身边 可以拿得到的这些砖块 就来象征就是孩子 在一步步的成长过程当中 爸爸妈妈是怎样的 呵护他们的 这是其中的一项的运动的项目 好 那我们也知道 教育要长久在佛国经营 要生根 必须要靠本土老师的投入 所以在人文试词的培育 也相对的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目前重点培育的人文老师 这三位 罗兹老师 然后阿丽亚老师 还有迪帕克老师 那我们来先看看第一位 我们的罗兹老师 他这位老师呢 他是有两位孩子的妈妈 他分享他自己以前都很严肃 不爱笑 然后身体也不好常常生病 那当他在进入 跟着我们志工 在进入校园 去推动近视语教学 这一句近视语 微笑 是世界上最美的脸的 这个近视语的时候 他学习到 就是自己也要常常保持微笑 那他也开始如素 那身体也变得比较健康 也比较少生病 那在跟着我们进去校园的时候呢 他看到志工常常在检查 同学的指甲 还有仪容 他也开始注意 自己孩子的卫生问题 他是一位 非常有自省能力的一位老师 那我们在为了要更了解 老师的背景 然后让老师的家人 也认识词迹 所以志工呢 他在周末也会安排去做家访 那这一位是圈圈里面的 这位是我们的罗兹老师的先生 其实是罗兹老师加入 我们慈激人文老师的幕后推手 那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在参加慈激的活动之后呢 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团体 所以鼓励他的太太也加入了慈激 那他表示现在妻子非常的精进 那他的先生也 就是两个人都一起会参加慈激的其他的活动 我们看一下 他都会参加比如说在村庄的一些 环境卫生的打扫 这些他都会一起来加入 所以是一家人一起来加入 我们此际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那接下来这一位是阿利亚老师 他还没有结婚 他是一位穆斯林 那他在加入之后也开始卢树 他觉得次数非常的健康 所以呢自己也在家里自己祖树时 鼓励家人一起来卢树 那这是阿利亚老师跟志工家访时的大合照 那志工呢都是用陪伴家人那样的温馨 那样的温度来陪伴本土的人文老师 所以让阿利亚他自己跟他的母亲说 我有两个妈妈 另外一个妈妈就是中间的这一位 我们的亚美老师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 这位是迪伴老师 这位呢是在我们三月份 第一次走入校园就是互动的时候 就已经加入参与我们一起来校园 推动这个慈激教育的这一位老师 他非常的投入做慈激 有时候呢甚至是一天一个星期要做七天的志工 他要志工我们的医生老师 他要提醒他 你要赶快回家去陪伴你的家人 这是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刚出世的 贝比的一个合照 那迪伴克这位老师呢 他是慈激教联会在印度寿福的四位老师之一 在这个副总的这个 副总的右手边的这两位呢 是我们的学校的老师 在副总的这个 左边的这两位呢 是我们的人文老师 这一位就是迪伴克老师 然后他到底是 之前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这个视频 那我们就来看看 一起来了解这位老师他转变的故事 他在印度菩提加耶 是慈激的主持担当 大小活动 他用本土语言 帮助慈激传递美善的讯息 现在的他笑容满面 但三个月前 他却是名副其实的黑面老师 在那时候我永远都在笑 所以女儿一直在问我 为什么迪伴克老师不在笑 其实我一直在严重的态度 如果有人跟我讲的 我会变怒 我会变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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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我会变怒 我会变怒我朋友 这就是我的错 短短三个月内 迪伴克有如此的奏变 因为他遇到这个 来自台湾的佛教慈善团体 迪伴克是一名 甚至学生 甚至学生 也不在爱 因为他们没有尊重 甚至教授 我们都在说这些东西 所以我希望 改变这种 衣服的衣服 这是很财务的事情 最后我曾在 在学生中 所以现在我完全在学生中 现在已经非常能够掌握了 进士与教学的精髓 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甚至我们有心聘用进来的人文老师 他已经是一个种子老师 来培训我们新的老师 好 那除了去到人文老师的家里去做家访之外 我们也来分享一下 我们一系列的培育的内容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这是人文老师 我们下一个PPT 是一个人文老师的每日的固定行程 然后除了早上备课 我们下一个PPT 然后看到了吗 都是满满的 真的是除了就是备课 进校 然后老师们也要兼任翻译 因为孩子们分享 或者是老师校长分享的 都是用印第文 那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些人文老师来做翻译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的行程表 都真的是服务跟会都兼顾到了 那当地是以教科书 就是为主很少用到 辅助的教具 那在那边在电脑教学 更是非常非常的难进行 所以在进士与教学 那要让孩子就是 从这个寓教于乐 要从生动活泼当中去学习 所以就要靠一系列的教具 那所以自工会带着人文老师 就是本土的人文老师 一起来准备这个教具 那刚才有说到 比如说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孩子的这个回馈 就是如果单听的话 我们是听不懂的 所以都是要靠我们的人文老师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翻译 让我们能够知道说 到底我们进行的这个教学之后 那个成效到了哪里 那加上我们的进士与教学 都是用英文 那我们也不知道说 到底人文老师 到底对于这个教案的 这个了解有多少 所以我们接下去也会 下一个PPT 就是自工都会和人文老师 一起进行教案的研讨 让他们更能够透彻的去了解 整个教案要呈现的一个精髓 那所以我们在 我们每一次每一个第一次去到 菩提下来的时候 都会从我们心理当中的重量当中 心理的重量当中 去会一流一些重量 来带一些比如说上人的书 或者是二手电脑 或者是这样子projector 这样子的东西会带过去应付 那所以我们就会利用这些二手的电脑 每一个礼拜都会进行 两次的电脑培训 那希望说我们本土的人文老师 或者是本土的志工 能够掌握学习 基本的一个电脑的操作 那希望说以后 大家能够善用电脑 来处理整个的行政事务 或者是教学面的教训的准备 也希望他们能够至少掌握基本 那这部分除了说 在这个技术上面 我们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学习到一些华语 所以我们的培育当中 也加入了这个华语课程 那希望老师除了听说读 他们也要学习写 而且他们学的是台湾的繁体字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老师跟就是人文老师 还有本土的志工 日后能够跟上人回台 跟上人就是 就是来个温馨座谈的时候 能够用华语来对话 这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到的 那在法的部分呢 我们也希望说本土志工 或者是人文老师 能够把上人的法入信 然后从而去实践 去传递给身边的人 所以这个法的传递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他们目前在读的是这一本 《心经》《心经》这本书 那他们都会利用在去 从我们的会所去到 学校的这个路程上面 都会利用时间来互相的分享 然后这本书 或者是里面的一个句子 或者是本身对于 对应回去《心经》《心经》这本书的 其中一个句子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感受 所以在整个培育的日程当中 我们发现不管是品书会 或是这原法师说故事 都很受用 尤其是这原法师说故事 本土的这位人文老师 卢志老师 他非常喜欢这原法师说故事 因为上人都是会用小故事 大启发来输说人生的道理 浅显易懂 他说他以前都是不喜欢做家事 喜欢醉的 日上三更然后才起床的 然后他现在会很早起床 那先生也说他改变了 脾气也变得比较温顺 而且还如数 他让他的一家人觉得非常的开心 看到这样子的转变 那我们也看到说本土的人文老师 对于静思正义法师说故事 这样子的一个回馈 非常的棒 那我们也 这个环节呢 带到八月份的 校园老师的这个私自培训当中 那我们在当天播的是一把米的故事 就是我们大概快速的看一下 这个一把米的故事 这个是启发人人都能做好事 那故事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而是有新人的参与 这样子的一句静思语 那这次静思语呢 对于这个老师也好 或者是就是 就是在当天有来参与这个 我们的这个私自培训的老师 其中一位这个拉朱老师 他就说 他希望说 因为印度他们是没有道德课程的这一堂课 所以期待说我们能够把这样子 的棒的一个正义法师说故事 这么样浅显易懂的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然后带入给去校园里面 去把这么好的价值观呢 带给我们的学生 让学生呢 能够懂道理 做个字书 打理的好学生 那另外的这一位是 我们的 马里老师 他就说 别人饥饿的一餐饭呢 原来也是一种故事 这也是让他学习到的 所以呢我们就 因应老师的要求 我们就到校园里面 开始带动 就是 除了禁食语教学 所以我们也带动了这个 正义法师说故事 那为了能够让学校 能够方便的播放影片 我们也送了两台二手的笔电 给我们的学校的这个校长 这位是我们这个塞纳尼学校的校长 他希望说 我们也能够把上人呢 恭请到我们的校园 为学生说故事 所以在第二天 他当他拿到的笔电的第二天 就开始自己 校长自己本身 就在校园里面带动 正义法师说故事 这样子的给同学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视频 没有听到声音 好所以我们之前看到 我们不管是奉茶 郁竹或者是运动会 我们都会把上人的法照 请到现场 那我们现在呢 是把上人的声音也带进去 上人的声音也带进去校园里面了 好我们快速的往下一个 下一个PPT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那个教室 因为是没有墙壁的课室 所以呢其实那个效果会不好 好那我们看到这两位老师非常的用心 全程他就握着那个木板 为同学往这样子成就的心呢 很恭敬的心呢 来带动正义法师说故事 让我们看了也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好我们快速的往下 那海外教练老师其实我们搭配的是 是我们本土老师 我们用印第文来带动整个的正义法师说故事 那在这里也看到呢 学生们很受教 往下面看 那个这位同学 拉兹米 胡玛丽同学 他分享哦 愿意伸出援手 然后捐出一把米 是非常棒的一个布施的行为 那接下去这位同学 在下面的下一位同学 就是阿玛吉同学 他说每天一把米 可以领集成一大堆的米 能够来帮助贫穷的人 让人人呢都有饭可以吃 所以从这当中呢 我们就看到呢 我们目前在四间学校 进行这个正义法师说故事 那看到这效果呢 孩子的这个回馈都非常的棒 很正向 那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在希望说能够把正法散播在 福迪家野的整个校园 感恩 那以上是瑞斯分享 那接下去我把帮子交给玉清老师 来分享我们的第三项的教育推动 树下人文克服 好 玉清我跟你讲 我真的要跟你说对不起 你很重点 没有关系 你跟重点跟我们讲 一两分钟 然后做个节语 那之后我们再重新再安排 很抱歉 就是 就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耽误了时间 所以 没关系玉清是我们 马来西亚雪龙峰会的 教育团队的一个核心创口 所以他什么变化球都接过了 这个对他叫小case 所以两分钟做节语 感恩您 是 好 好 感恩我们 其实我们 除了教育走入校园 我们也走入树下 就进行人文克服 那么这个人文克服的部分 我们主要就是 把这个生活教育 还有我们的品格教育 环保教育也带入校园里面 因为相处里面孩子很多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生活教育 带到校园里面 带到我们的树下人文对付 客服 孩子们都非常的欢喜 然后看到肮脏的水 他们也会哇的一声 原来手这么的肮脏 那么主要呢 我们也期待说 可以同时可以接触到家长 也让家长对这个环保 跟卫生的有一些些的意识 然后我们在 我们很非常的珍惜 跟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相继的时光 然后呢 透过环保呢 透过环境的卫生的启发呢 孩子们都非常的受教 也结合我们印度塞拉尼学校 一起用环保的话剂 带出环保意识 也带出不抽烟 不酗酒 然后呢 也让他看到 也让大人 尤其是家长 看到说 其实酗酒带来的一些害处 然后孩子也见证分享 多喝牛奶身体会更健康 重重也把禁食以带出来 然后呢 苏夏人文客服呢 成就了我们人文老师 也成就了我们塞拉尼的老师 走出来一起把好话好语 禁食以带入我们乡村 然后我们也结合了医疗团队呢 一起呢 来带动卫生教育 用生动活泼的花剧呢 然后呢 也现场示范洗头发 走入乡村挨家挨户检查头发 并不达这个正确的卫生观 然后呢 我们发觉到慈善医疗 交易环保四大职业环扣一起呢 发挥的力量会更大 最后我们也不忘记 把正元法师上任请到树下去 去为孩子们说谎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系列呢 我们发觉到孩子非常的受教 我们透过相救这一个相救女童呢 孩子们也真的是把它做出来 尤其是那一天下雨的时候 孩子们握着我们志工的手 他说我要像大象一样来救我们的志工 让他们不滑倒 还有我们的第二则的这个正元法师说故事 我们用很生动很活泼的方式呢 带出来孩子们呢 又配搭本土的语言印第安语 孩子们非常的清楚跟了解 然后孩子们也说我们要过好的生活 一定要勤奋 所以呢 我们的正元法师把正思维 正面的一个力量跟精神 带入种植在孩子的心中 也带入到家长的思维 也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佛国翻转 透过教育才会更有力量 最后呢我们还是很感恩有机会呢 不管是到校园到树下呢 去带动生活教育 品格教育 环保教育 也让上人有机会走到乡村 跟孩子们跟家长们说法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推动呢 我们期待有心有愿的志工菩萨 一起到佛国来陪伴跟培育 我们相信翻转教育 让佛国的孩子看见无惧 也因为这样提升人生的志向 有励志就肯定会向上进进 这样的翻转呢 这样的一个教育才更有希望 感恩大家 非常的感恩 哇 请你们收掉简报 然后两个同时在上面 哇我们看到老师展现的一个能量了 即便遇到一个变化 就急转的时间 可是他还是可以用很快的语数 很清楚的去表达 其实当他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常在经文里面讲的 苦记拔矣马上接着什么 复为说法 对 就是布善种子便功德天 其实在这里都是让我们看到 为什么上人如此赞叹我们新马的 那个团队 然后在佛国再做翻转的一个教育 那云南的大理洋影就说 赞叹马来西亚 雪龙峰会的家人 在印度普提加园的所行 点滴都透露词迹人文 落实词迹教育的理念 大爱之行广传散法 身根力量进行的翻转的当地的一个教育 那北京的周瑞欣也说 迪帕克老师真的是很精进 种子老师用图语来分享词迹 日本的曾经会说佛国教育团队你们好赞 又一次带我们回归佛国一起见证法华 行在佛陀故乡 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画面都不可思议 又真实又感动 对你看他的简报 其实他们无私的分享 也就是我们同时在我们18个LINE 7个微信群以及一个Telegram 已经分享出去了 那我们会期待 我会在私下跟我们的郁卿跟瑞斯再次的联络 我们一定再安排他们上来 因为安排的 他们分享真的太赞了之外 就是我今天也对他们很抱歉 但是无论如何感恩两位 然后即便有那么一点变化球 接的好完美 我们主场如果是的话 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掌声加欢呼 哇 这个功夫绝对是练出来的 当老师随时都是要念功夫的 念得很好 非常的感恩 两位 谢谢你们 我比较好奇的一下 瑞斯您现在在荷兰 荷兰现在是几点 荷兰现在是六点钟 上午 上午六点 早上 早上六点 那你往前推 他其实三个小时前 就已经跟我们上线测试了 所以非常的感恩 他就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所以念就了好功夫 我们再次感恩的掌声 谢谢两位菩萨 好回到简报这一边 我们真的阅读禁师品味禁师邀约 大家一起来 那我们很快的 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大家之外 大家一起来爱我们的禁师 那同时间 我们下个星期即将到 慈禧香港峰会的和气人物 一个干事陈家珍师兄 是一位中医师 而实经文庆大爱之音 大家会觉得他不是第二周 为什么改在第一周 因为大爱之音